打酒 热闹里面听门道 读时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纷纷五代乱世间 蚕唐末世 永风烟 风云障下 齐人带 思言半子 闹江山 李春世初为忠心居主 得到中原后却不思进取 池敬堂甘作儿皇帝 落得千古万名 更有周世宗才荣 少见的明君 却只做了五年皇帝 让后世人恶慢叹息 敬请收听 读时有学问之 五代识国风云录 五代篇 上下五千年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识国风云录 五代篇 后周 上回我们讲到 柴荣一边小规模的征讨南唐 朱镇 一边大规模的改革国内官员 任用制度和社会治安的法律 并且让当时的法律专家们 着手修改刑律 把内政安排理顺 周朝国库又得到了一定的充盈 在这之后 柴荣决定第三次出征淮南 显得四年十一月 柴荣率进军南下 不日来到豪州城外 看到在豪州东南淮河中 盘踞着不少南唐水军 柴荣想了一个好招法 让大将赵匡印 带着数百重甲武士 骑着随军饲养的骆驼 扶水过河 冲到滩上 然后一顿乱揍 轻松消灭了这个水寨 水寨被灭的消息 立刻传到了豪州 柴荣也不再伪装行事 决定全力攻城 双方开展了一场攻坚战 镇守豪州的郭廷尉竭力死守 并趁夜打了州军几个反攻 柴荣和许多皇帝之所以不同 就在于逆境中的反应 他面对偷袭 不是仓皇逃命 而是穿上甲胄 持剑纵马杀入镇中 由皇帝亲征 乱了阵脚的后州军队 立刻稳定 一股作气来了一招 现在足球赛中经常见到的战术 叫做防守反击 后堂的兵马偷袭失败 想逃回豪州 结果被后州军 撵到了身后杀入城中 很快的 豪州的守军被缴械 守城的主将郭廷尉 只好投降 柴荣稍作修整 分兵出击 自己带领水军 乘着大剑 沿淮河西下 赵匡印带领精锐 马步军 平行前进 后州军一路东来 因为后州柴荣 已经在历次战争中 大明远拨 所以各地唐军 纷纷投降 直到拿下江苏四州 柴荣才命 全军暂且扎营休息 显得四年十二月 修整了一段时间的 后州军队 又开始南侵之路 还是老一套 柴荣带队 在水上行舟 大将赵匡印 以骑兵并列而行 两队比赛 看谁跑得更快 后州军迅速推进 很快的就到了楚州 面对慷慨激昂的后州军 南唐的楚州防御士 张延青固守不出 而南唐保义军解度士 陈成钊 干脆不战而逃 柴荣听战报说 陈成钊逃跑了 操刀大贺 怀贼休走 看朕拿你 说完纵马直追 一旁的赵匡印 也带着骑兵 跟着皇帝 护驾直追 在六十里外 后州终于追上了 陈成钊 柴荣见赵匡印 在身边 就笑道 在这面前 量量你的本事吧 赵匡印 也乐着在皇帝面前 逞回豪杰 赶马上前 几个回合 活着了 陈成钊 这一通折腾 后州军 一路凯割 基本上 把驻守在 淮河一县的 南唐水军 消灭殆尽 南唐地处江南 水网纵横 水军 可说是 他们的王牌 现在这张王牌 被柴荣拔掉 南唐的骑兵和步兵 更加力不从心 南唐皇帝 李景虽然昏溃 但毕竟不是 晋惠帝 司马忠那样的 低能儿 很有壮士 断腕的气魄 他对眼前的形势 很清楚 反正淮南 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为了保持 对柴荣的相对优势 与其把战线 拉得过长 不如气手 长江以北 以天险 作为屏障 抵抗周军的 下一步进攻 南唐大规模撤退 周军 一路前行 但是在江苏 淮安北郊 柴荣的水陆军队 被狭窄的河道 困住了 原来这地方 水浅 倒窄 一向只能通行 扇板渔船 大战线 是过不去的 得到报告的柴荣 打算着手 一项大计划 那就是 打通东西草运 他亲自考察 当地的地形 邀请集结当地 和北方的 水利草运专家 一同规划 开通水道 在规划完毕之后 又依据草徒 请当地的民夫施工 因为草运 工在当代 施工者 都是尽心尽力 只用了十几天的功夫 就疏通了运河 此次疏通 草取水道 在金航运河史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有了这条大运河 北宋统一之后 江南财富 才得以从长河 沿草取北上淮河 经古遍水运 抵开封 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开展 升级了水路交通 州军的舰队 就可以继续向东南行驶 柴荣有一让 百艘兽头大舰 经草取南下 让唐人看看 大洲水师的雄姿 在心理上 彻底的摧毁敌人的反抗意识 水军一路前行 驶到长江刮州渡口时 舰上肋骨吹脚 史称升阵数十里 长江南岸的唐军唐民 看到州军 视同镇庭烈焰 以为天神下降 为福不已 吓唬住了南唐 柴荣开始下令 分兵强攻楚州 自己带队冲击南门 大将赵匡印走北门 尽管城中南唐守军 剑如雨下 柴荣不为所动 依旧挥剑指挥 意气如城 强攻北门的大将赵匡印 也带着将士架云梯 如潮水般的大城 楚州首将张延青 号称南唐梁将 为人忠烈可封 但是毕竟寡不敌众 终于被周军一拥而入 张延青 孤中可嘉 在城墙被攻破之后 宁死不祥 领兵和周军 展开了极其惨烈的巷战 血剑如雨 肉飞如雪 可惜最终仍然是实力不济 最终战败 南唐军全部阵亡 没有一个人投降 战斗到最后 城内唐军已被杀绝 只剩下张延青光杆一个人 在关书中 被数百周军围困 周军劝他缴械 张延青大喝 北路 少说废话 有本事的给我来一刀 没本事 我让你们站着进来 倒着出去 张延青决心殉国 又和周军杀在一处 兵器打烂了 就举起身旁的桌椅板凳抵抗 但最终 双拳难敌四丑 被周军乱刀砍死 虽然五代十国是天下大乱 礼崩越坏的时代 但越是乱世 越能显示出人性的光辉 人格的力量 越在困境 越能迸发出震撼千古的能量 像杜崇威这等华头将军 任他偷奸耍华 终不免乱刀横死 同样是一死 张延青 张世杰等人 就死得异常壮烈 司马迁在 《报刃少卿书》中说过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趋异也 再说两句鲜话 五代十国的人名中 有一个特色 就是多以三字为名 而且名中首字多数相同 其中以言字最为常用 清人诏义 在二十二世答记中就说 言本美名 故人多以之为名 然未有如五代时之多者 五代到宋初 仅名叫言超就有十一人 名叫言张 言清 言威的各七人 其他如红 虫 重 这些字也比较常用 周军攻下了楚州 柴荣即刻启程南下 赶往扬州 南唐皇帝李景 听到了战报 不知道听了谁的纳箭 决定再归缩防线 同时为了不给柴荣 留下补给 在牵出扬州城的百姓后 一把大火 把扬州城给烧了 等到南下的柴荣 来到扬州 只见到一座死城 面对荒城 柴荣反而是意气风发 你能拆 我能见 此消彼掌过程中 柴荣不仅得到了地盘 更是得到了道德上的好评 柴荣没有极其难想 而是暂时停止进攻步伐 带领专家进行城市规划 然后请部队 依序规划 在扬州老城的东南 再建一座新扬州 并将四周所属各县的 一万多百姓 迁到了新城 我们可以发现 柴荣是一个执行力 非常强的领袖 但和一些屁股决定脑袋的官员不同 他每做一件事之前 都会有详细的论证 和严谨的规划 这才使得他的每一项政策 都能得到良好的实施 也受到了当时 以及后世的交口称赞 扬州新城建设的有模有样 某天柴荣钦简施工 之后率文武来到长江岸边 面对滚滚江流 本就是有大气魄的英雄的他 看到浩瀚长江滚滚东去 不禁心胸开阔 远望金陵 只见烟波浩妙 隐隐绰绰 柴荣感慨良多 自唐安史之乱以来 天下纷扰两百年 各大藩镇军政自处 和中央分庭抗礼 到了朱温废堂自立 天下局势更加的混乱 所谓天子皆强横军阀所自为之 暴虐害民 社会生产力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道德成了虚伪的装饰品 生命的尊严在五代十国时期 受到了毫无底线的挑战 五代十国时期 范世的官员 多逃不了遗族之祸 诸己无辜 记得当年唐平卢解路士王师范 在被朱温灭族之前 曾举足痛饮 然后哀求行者 我知道必不免死 只是希望仙斩少者 刺激老者 尊卑有序 不然我将有愧祖宗有地下 如此可怜 让人不堪回首 但真实的历史 从来都是一部血性的残杀事 胜利者坐在失败者的白骨之上 享受着人世间最顶级的奢华 但是胜利者也只是暂时而已 一时之快后 也多是祖宗造孽 子孙当 到了儿孙辈 又被人遗族 生前身后 何苦呢 话说南唐水军退至长江 因为防守的龟缩 势力相对有所提高 防御也更加密室 之前周军与南唐军的战斗 多发生在陆路 现在南唐陆军基本上已经被消灭 要继续平南唐水军 就成为败在柴荣面前的一个障碍 显得五年三月 柴荣下令 以殿前都于侯 慕容颜昭 领马步军走长江北岸 神武统军送颜窝 领水师 顺江直下 周朝水师训练有素 准备仙界 士气正盛 几天之后 慕容颜昭和宋颜窝合力 在东部州大破南唐水军 南唐战舰多被周军击沉 侥幸逃上岸的南唐军 又被一一代劳的慕容颜昭率军给灭了 此时周军势力东起长江口 西至鄂州的长江北岸 已经建立起一条强大的攻击体系 随时都可以整体南下 而金陵的李景看到柴荣在江边不走 大为担心 这柴荣是不是要过江呢 这难道真是陈后主投胎转世吗 面对灭国的威胁 李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传位 要当王国皇帝 也要拉个垫背的 便派兵部侍郎陈爵来见柴荣 祈求大洲皇帝恩准自己把皇位传给皇太子 李鸿义 并保证李鸿义绝对臣服于大洲皇帝 陈爵我们之前提到过 是南唐著名的弄臣 立国立民他没着本事 也没着打算 但是如果让他祸国殃民 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 来到柴荣坐下 陈爵看到周军兵甲强壮 心中就打起了小算盘 再打下去 江东必然不保 我在江东南唐还是个人物 如果到了周氏便良 我又算牢记呢 为了不激怒柴荣 陈爵做了一回好人 对柴荣说 陛下神武 天人共之 我主不敢有违天命 淮南之地已属大洲 至于卢书四周 请陛下浅臣手下去金陵 梁劝我主早隔四周 以求南北安息 柴荣顺水推周 就打发陈爵 手下刘成玉 回去见李景 把亲笔信交给李景 劝李景早拾天命 朕与江南国主沿 党隔江北 朕必撤兵 这时的李景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力保柴荣不过江 是李景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只要柴荣不南下 让他干什么都成 显得五年三月 南唐皇帝李景 向周朝称臣 自降国阁 去掉帝号 改唐交太元年 为周显得五年 并建称江南国主 割让卢州 书州 京州 黄州 连同先前 周军攻下的十州 共十四州 并每年向周朝进贡 财博查米 共百万 约定以长江为界 以北属州 以南属唐 同时 李景未必 周朝祖会 更名为景 柴荣征服淮南的战略目的 终于达到了 自然也就见好就收 说了一通客套话 朕此来只是要江北土地 拯救万民 你能屈尊如此 朕也就满足了 干戈一休不一兴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李景表面上 叩谢君臣之恩 估计心里一直在骂娘 至此 长达近三年的南唐 和后州的淮南争夺站 拉下了帷幕 大洲帝国的版图上 从此多了十四州 六十县 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 人口百余万 这样 周朝境内的户口数 增到两百三十多万 人口近千万 我们说直到这个时候 中原政权 因为当年石敬堂 失去幽云十六州 而造成的人口流失 才被柴荣补了回来 再插一个短讯 在柴荣南征的时候 北方的契丹很不老实 时不时的出兵 超略内地 干了不少坏事 柴荣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蔑视 管你弃丹八丹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当下派出镇宁军 杰柱士张永德 和弃丹人 硬顶硬的干了计证 把前来偷强拐骗的弃丹土匪 打了一个鼻青脸肿 自从唐末以来 连年战乱 百姓流离失所 一方面土地被大量的兼并 另外一方面造成大面积的荒田 有地重的百姓 要接受中央 地方藩镇和地主的多重压迫 负担很重 柴荣便有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想法 他看了唐朝大师人 圆枕的军田表 感觉很有价值 便亲自草画了军田图 先发给各级地方长官看看 以便日后柴荣改革赴税制度时 积极配合 柴荣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前 先进行了农村的行政区划改革 对县乡村镇进行合并 以美百户为一团 美团由三位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负责 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 唐末五代政局动荡 行政区划混乱程度 堪比南朝的桥州 柴荣此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是很值得称道的 经过几次内政的改革 柴荣逐渐掌握了政治改革的技巧 也增添了他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陈强则均弱 五代尤其如此 地方藩镇军政通知 对中央政府是极大的威胁 柴荣在当政几年后 已经掌握了自唐末以来 国政混乱的根源 因此有了抵制地方藩镇权力的想法 赵匡应后来削弱藩镇 实行中央集权 实际上只是完成了柴荣未尽的事业而已 现在天下未定 这些事情暂时还没有条件去做 不过柴荣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计划 过完残年 就是显得六年 柴荣着手对内改革 这是划时代的改革 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影响极大 可是历史又在此 发生了诡异的拐点 这个拐点就是文公武制 多有成就的一代大帝柴荣 突然造势 只留给历史一片叹息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晋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后周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